今天天气有变化,北台湾开始飘雨了,但好像只有今天是这个样子 那么更多天气变化,请教宣童 好,这一周相对是一个舒适偏暖的天气 虽然有一小股的东北季风影响,影响的时间是今天还有明天 但很快的,到了礼拜一的时候温度又回升上来 雨时会有所趋缓,倒是在下礼拜的时候要留意 这个天气变化波动比较大 我们带大家来看在下礼拜一的时候呢 这时候会有一个封面通过,但是因为台湾处在它的尾端 这时整个中部以北的降雨几率是会提高的 但是后这时候的冷空气还不是特别的强 所以在台北市的温度大概是17到21度左右 但是到了2月8号,也就是小宁夜的这一天 华南英语区又一波一波的通过 所以这时候全台的降雨几率都会因此而增加 而且在这个封面的后面就是这冷空气 冷空气的强度不排除会来到冷气团等级 台北市的温度大概会13到16度左右 再来我们关心的是这几天的天气状况 你可以看到今天在中南部地区 云层相对是比较少的可以透光 所以在各地都还是有30度的以上高温 倒是在内门这里,在早上的时候14度 到了现在31、32度 温差大概17度左右 是非常的大的,要特别留意 而在北部地区因为云层相对比较厚 所以今天的高温上不去 大概只有20度出头 再来关心的是未来一周的温度趋势 你可以看到在礼拜五、礼拜六的时候 北台湾红色区域相对比较低 高温不会超过23、24度 但是到了礼拜日温度就回升上来 而紧接着下礼拜一到下礼拜四 甚至礼拜五、六过年期间 温度都是一波一波往下掉的 因为这冷空气一波一波的增强 不排除会来到冷气团以上的强度 也不排除有可能会来到 强烈大陆冷气团的等级 再来关心的是降雨部分 你可以看到在礼拜日、礼拜一的时候 下一波的封面又再度的通过 所以台中以北降雨期率又再度提高 只是东北季风在礼拜二的时候增强 整体的雨势会有所趋缓 而在下礼拜三到下礼拜四 华南运雨区通过之后 全台湾的水汽又会再次的增多 未来的天气变化比较大 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要多加留意 舒函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